而演藝圈方面 港星杜文哲 他移居台湾四年 拿到了台湾的身份证 人在美国的他 强先在昨天深夜十一点三十九分 发文祝福锦绣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杜文哲他不但抢当演艺圈的第一人 疑似还暗酸吴康仁 因为祝福锦绣中华这六个字 跟当时吴康仁在十月一号 在微博驻中国国庆 是一模一样的 也让网友笑说 杜文哲这一次酸很大 想看更多精彩新闻影音 请订阅按赞静新闻 并开启小铃铛 接收最新影片通知